其实我觉得趁这机会 做一个记录我们最后包裹的情况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环境很熟悉 因为那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在这里拍摄斯巴厨房 下空到最避震 那我们进房吧 好 司马 住了三年有多了 你对这家屋最大的回忆和感受是什么 你想想这样眨眼 已经在马尔沙过了三四年 其实是三四年 我用温暖的双手 他走这风波 人生总要奋斗 几番风雨继续走 若是你要拥有一切靠双手 Hello 我们终于很不舍得去到交流 怎么样 有什么感受 辛苦了一段时间 清洁完了 把所有东西都交好 然后准备把房子交给下一手 那感慨多了 其实我觉得趁这机会 做一个记录我们最后交流的情况 好 另外我们都怀面一下我们 好像怀面张罗的那样 怀面一下我们的家 司马 你起床 我们带大家再寻留一次我们的家 好 以防以后我们要买楼的时候 你不知道要交哪里 首先这里我们有大门口 然后我们有一个很舒服的玄关 和穿鞋的地方 是的 这里陪估我们穿过不少次的鞋 也都脱过不少次的鞋 好的 这条笼是阻振着门口的 我们 我们没有打算拿走它 因为这条笼是阻振着笼墨的 是的 那我们其实新租客 初初不知道 我们这里这块黑板 其实是可以怎么样的 可以写东西的 其实是一块白板来的 可以写东西教书 这里有一张椅子可以让小朋友坐在里面 有些什么都可以黏在里面 可以写东西 由于这个架 这些日式风味很配合我们的家 所以我决定是不拿走 没拿走 是的 那我们留给他 他也很厉害 我们给他这个 这个就更加不能够 司马卡记起来的 因为这个是我亲手和小朋友一起安装 一个日式和风放东西出门口提示版 其实这个挺好的 因为我们要拿出门口 反而一定不会忘记 所以这块板也不可能拿走 因为这是一个印记 为什么要有印记呢 因为拿走了就会有一个印 所以这个印记不能够拿走 是一个小朋友和父亲之间 一个工作的回忆 而且他们都挺喜欢这个 因为你收起来的时候 又不会阻止 其实我很喜欢它 为什么呢 每次我要出门口要带的东西 其实我都放在这里 那我一定出门口不会不离 所以这块板我都教过新的屋主 他也很喜欢 你抬头看天空 墙上面的墙上面 有些东西 不见了什么 我们的捨得 错了 是不捨得 是的 你今天把捨得两个字前 加了一个字叫什么 是的 很捨得 是不捨得 因为这个不捨得 对于一个日本的租客来说 他是不知道你说什么 所以他说麻烦你可不可以拿走 拿走的 虽然我们用了足足三年 但是我们都保存得很好 那些东西都没有花没有烂 你觉不觉得我们清洁得很干净 根本就像新屋一样 是的 不知道以为那个业主刚刚拿铰匙 是的 那你看 其实现在我们把整个屋 清洁得干干净沾 蓋蓋里里 这样完全没有垃圾 他也得抹到清洁洁洁 Lu 你说我们是否一个 主要有良心儿新的 是对对的 大家有没有 如果觉得这个 环境很熟悉的 其实是吗 对的 大家有没有 secondly 一些新的租客呢 新的租客是完全不需要擔心的廚房污漏的 當然了 乾淨也聽到聲音 因為舊有的主人是不煮飯 所以他不需要擔心這個問題 這個雪櫃很適合用 我們留給他 上面的東西我們都清潔了 雪櫃都洗好了 是嗎? 是呀 雪櫃都洗好了 好 煮食爐裡面揭開證明了裡面是沒有乾淨的事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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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淨的 我們都用了不少的時間做這些東西 是 後面就是一個宇宙宇宙 有些沒有人看過我們第一次宇宙宇宙的人 其實我們交流了乾淨的時間是怎樣的呢? 你現在去看吧? 除了沒有這個升盤和風扇之外 沒有這些櫃的 對 交流是這樣的 我們就做了一些櫃子 這些櫃呢 師櫃你可給大家看看是甚麼 這些櫃就是很適合的 這是我們自己的後家上去的 放一些刺紙 底褲 其實這個洗衣機 因為他說他有洗衣機 Vincent 又說他今晚要了一部洗衣機 所以我們給了Vincent 那沒有洗衣機是好事 其實租客 少了保足洞的東西 就少了一個煩惱 那他懷疑的時候他會不會去找我吧? 師傅你貝仔 其實這裡是有霧氣的 是呀 我不知道石油氣還是霧氣 但是中央的 但是我們沒有用到 因為我都是用電腦 我就覺得OK 這個儲物空間其實很大 平時那裡 而且這個儲物空間有廁所 這隻架他都覺得很適合 我們就留給他吧 因為搬走也是麻煩的 清潔室的廁所 通常我們放一些清潔用品 其實都很好用的 是不是有滿滿的回憶呢? 是呀 我們去廁所 這個雀躲架我們在香港買過來了 其實之前我們夾了很多 即是馬上拍即有的照片 所以他說這個雀躲也可以留下來 他也可以拍一些保利來夾上去 由於人家沒理由看我們的蜜頭 所以我們把照片拿走 因為沒理由對著他 業主又在 然後那個廳我們都清潔了一百八 最可惜的 不過都不太可惜 今晚我們又有用了 其實我本身覺得這張雲石桌很適合 很適合這間屋的 但是他說他有自己的餐桌 沒辦法了 我拿走了 因為有些租客 其實他是自己原先已經有家屬 所以他可以搬進去 其實我全都不租給他 但是因為他自己有一點東西 所以他就說這些我不需要 麻煩你拿走 這些都是跟業主商討 是的 那廳那裡 原底仙媽 我們是有一張梳化 是兩張的 有一張是舊了 我們就沒有要送給看間 另一張 我們就拿回紫家隔身那裡用 沒錯 另外這一幅牆 其實我們的新桌盒很漂亮 他可以配襯到我們這幅牆 所以他全部都可以留下 而這個茶几和地毯 他兒子都很喜歡 我估計他可能會留來打機用 所以說麻煩你可不可以留下呢 我們就留下給他 這兩個飾櫃我們沒有拿走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兩個飾櫃 放在屋子裡 是很襯托到家裡的氣氛 和那麼長的灰色顏色 所以我一直都不建議拿走 其實這兩個飾櫃是不便宜的 每個成幾千元 這兩個飾櫃是貴的 但是在那裡有什麼Herman H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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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沒有藍無城 很新潮 但是因為有時候這些東西很襯 你拿走也未必適合新屋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我都堅持放在那裡 其實我們家裡的用品都保存得很好 這隻我都說這隻東西 還有響的酒室在那裡 這套子其實是美國的丹麥村 那裡有一個酒莊的東西 這個用木桶來做 我又覺得很襯這個飾櫃 有時候這些東西不是因為它不漂亮 我不要 因為它太襯了 我拆散這對鴛鴦 我覺得很不幸 所以我留下給它 這個是木桶 即是釀紅酒的木桶 這塊木桶 所以我留下給它 然後我們就加了一個酒室 在上高 它也說漂亮 所以它說可以保留在那裡 記得訂閱、like 和分享我們的頻道給大家 真的 涼風吹送 你出去看看 這間屋最大的賣點 就是落地玻璃很大 還有它的露台很大 我們給大家看 這棵樹才能夠 當我們買回來 其實不是 這樣高高 我們將它引玉成人 這棵很大 因為我都跟它說 這麼大棵樹 大樹很遮蔭 正所謂有個副蔭 我說都不要拿走了 留給你兒子有個副蔭 留給你兒子 對 那是撿乾淨了 那 留給它們 武指譚情 露台 我們的衣架和底褲都是拿走了 我們的風景也是不變的 大公道處於避震 是的 那我們入廣了 好 我們呢 因為這條片其中一個目的 就給我們自己的記錄 間屋是怎樣 有個懷念 有時候掛著間屋的時候 你還是要看法 其實這把風扇 我到現在都很喜歡的 其實它的形狀很特別 因為它的顏色配襯得很漂亮 所以我當初一見到它 就買這兩把風扇 因為有些掛畫和掛飾 是之前掛在那裡的 由於我們是工程師的關係 他要的時候 買什麼的洞都塗得很軟 不是 塗了洞的油油 全部都是一手一腳 是的 那間房間 其實很多東西都不想留下 因為他知道婆婆讀書不錯 所以他想吸收那本氣息 這個衣�就留下了 這個書架也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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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書架也要 張凱也要 張凱也要 其實我們都沒有所謂 他要的時候 他適合用 我們就留給他 而他又看中了我們的床頭櫃 這個床頭櫃很古典 很古牙 這個床頭櫃很古典 本來我是想拿的 但問題是他喜歡 算了 我們畢竟叫Full Finishing 他喜歡就留給他 我還送多點燈給他 是的 其實我們當時是KL 不知689的商場 不知168的商場 Momcara Momcara 168 因為床和床褥 他兒子都是喜歡的 所以我們留給他 沒錯 廁所方面 我們清理得 七七正正 乾乾正正 七七八八 剛剛抹完 這樣 還有沒有 那些塵跡在這裡 沒有 沒有 很乾淨的 其實這間屋的走廊 略言有點長 很長 很長 但是這個積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因為這樣進房間 看不到就聽到 那這個就是弟弟的廁所 小弟的廁所 小弟的廁所已經清得 一乾二淨 這就是弟弟的橙色牆的房間 那小弟的房間 其實大家都覺得很特別 但是他的傢俱 可能未必適合 他是一個女女的 未必適合他用 但是他的掛飾 和雙人床 他就很喜歡 這個 所以這張雙人床 我們會留給他 其實是三人床 下面可以分兩個 上面放一個 而且這些 上下床 還有這個 書架 其實這張椅子很有用 因為這裡有很多高位 我們家比較高 所以可以有這個高椅 可以爬上去 在交流之前 我們也想檢查清楚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也找人檢查 清理了一些冷氣機 冷氣機 即是全屋的冷氣 我們才交流給人 所以這個非常有良心 還有窗戶都洗過 那些窗戶都洗過 我們要標榜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主人房 是 主人房 我們稱得一窮二正 乾乾淨淨 你看都沒有了 衣櫃 其實我們不是不留傢俱給他 是他說不想要 因為他說他自己有張雙人床 很適合放在這裏 他說麻煩你拿走 他說他自己有很多東西 因為他自己也住在這裏附近 他說我自己有很多東西 你把空間放回自己 所以他只看著我這個 四桶櫃 你曾經改裝的四桶櫃 這個廁所我們買了幫忙 讓他休息一下 然後呢 你看 一塵不染 連鏡子都很乾淨 其實除了當年搬進來 應該從未試過那麼乾淨 今天最乾淨 謝謝你 Cyma 是 住了三年有多了 你對這家屋最大的回憶和感受是什麼 最大的回憶和感受嗎 你突然問我 我就覺得 其實這三年 三年都不停會有很多事情發生了 我們當時 第十九條片 十九號那條片 是怎樣過到來 在酒店空間 然後第一天踏入你家裡的時候 那個心情很掙扎 其實這個好像我們的啟發點 好像第一個發跡地 是的 是的 那又在想一下 Covid的時候 困住在這家屋裡面的時候 突然想起做什麼 做Youtube 把東西放上去 這樣就得了 所以當你幻想回憶 這三年發生 其實真的很多事情發生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由這裡開始發生 由我們那時候80箱子開始來 我還記得當時 很多小小的家具 87箱 除了80箱子之後 你還會買一些小家具 是的 經常在E1櫃 在電器店 買回來之後 然後就在那裡 砸砸砸砸砸砸砸 砌砸砸 擺位 要上鏡了 上鏡了 那不是 當時砸砸砸砸 擺位 其實有很多回憶 因為那時候搬東西 移位 又量一下 對不對 那裡對不對 其實那時候 也有很多事情發生 在那裡 扛垃圾 做完東西 又要清潔 又要了解屋園 又要夾雜 又要夾雜 住不熟馬來西亞 那去到那裡很害怕 那時候又感染COVID 你好像 已經在陌生的地方 好像去到那裡 都像恐懼一樣 又怕髒 又怕陌生文化 又不認識的人 就是完全全都會有恐懼 你覺得當你回憶這三年的時候,其實是很艱難才走過這三年 然後,弟弟又在讀書,又不懂讀書,慢慢摸索路上學,到自己上學 他們又很熟悉這個環境,開始不怕這裡,自己5時起床又會放學 這裡經歷了他們一個階段的成長 你坐在那裡沒有那麼辛苦,為什麼要站在那裡這麼慘呢? 其實你問我,我會覺得很… 例如我當我幾年後,在那裡拿那個環境再看 勾回我很多很多的想法和回憶 可能到時是十年前或者八年前 其實我們當時一直到達馬來西亞,就是在那裡 當時我還記得當時一入屋,自己手推著十行八行東西 這樣就回來,其實不知道那間屋是怎樣的 因為開門其實裝修到怎樣,效果好不好 或者別人幫你解釋 因為其實我是搖他,用workapps來找人幫忙做裝修的東西 其實自己不知道裡面的內廊是發生什麼事的 我還記得好像還沒有床的,因為床還未送到進來 因為我們要設置單位才叫人送貨 所以當時我們打地坡的,就是在睡氣床的 對,所以當時是在睡地上,箱子也沒有拆 然後漸漸一吉,食物也沒有 那時COVID也不願意出去買東西吃 連附近有車、市場也不知道 然後還未有車,連走出去買東西也不認識 就是最重要是你一個人也不認識 然後認識的就認識一點點 一、兩個吧 但是問題是,當時MCO也不敢願意去買東西 也不知幫忙方便,就像是朋友有救濟 就是拿少許東西給你 其實自己也不急著開箱,因為都很忙 又好像一間屋沒有東西 我最記得當時第一餐,我們吃什麼呢? 我們煮過飯 然後你還記得我們煮了兩條香腸 還有蛋 然後找了辣椒醬,我們打井 我沒有包的辣椒醬 我們打井 然後最恐怖的就是這間屋經歷了之後 最嚴重的COVID的過程都是這間屋經過 其實天天真的在這間屋起床 就在錄台上看見打掛 幸好當時還有港媽和一棟大廈 當時她還沒離開,還沒去加拿大 所以還有人在樓上坐升降機給你 大家有溝通,每天在這裡坐大地 跟港媽坐大地、打麻將、聊天 說一下馬來西亞的八卦食物 就這樣過一天,還有煮一些食物 對呀 當時我們經常叫撲勒 要不你煮美,我煮美,拿去你家 其實這樣眨眼,已經在馬來西亞過了三、四年 對呀 其實是三、四年 其實這間屋就是想起很多東西 對呀,其實你沒想到這間屋會經歷了港媽 又離開加拿大 即是一個熟的朋友又離開 還有哥哥又上了大學 對呀,哥哥走完後又上了大學 對呀 然後自己無緣無故有生意,又開始忙 對呀,弟弟又上了中學 其實你想想,這間屋經歷了一個很大的階段 即是在降落馬來西亞的時候 而且這間屋風水得很不錯,很大風 很舒服,也很寧靜,還有空間很大 坦白說,以三、四個人來說 是超級大了 超級大了 對,超級大了 以我們香港人來說,超級大了 其實超級大了 那麼,不是不好 問題是你會覺得好像有很多東西需要打點 還有清潔上,你會覺得有點吃力 因為就算拖地也特別大 對呀,上了拖地的時候,都覺得有一點硬力 你還要拖外面那個什麼呢 對呀,其實不只是拖這間屋 所以你會覺得有一點是 當你忙的時候,又會有很多東西要做 那就會小煩 但我很喜歡這個浪衣 你問你多少衣服,又如何浪脫 它都不會阻撓到你家的空間 這樣,這是很好的 而最可惜的是什麼呢 其實我當初是很喜歡這個健身餐 幸好之前也曾經試過一、兩個月 做過一下踩機 其實因為之前有COVID兩年 之後又自己忙 其實我幾乎是沒什麼去過他的健身餐 游泳也有試過 不過次數不是那麼多 在那時候MCO開開山山的時候 我們有游過 然後後期一轉忙一轉忙 有些少許流水維修東西 冷氣壞 或是少許健子卡 其實很多這些經歷東西 就是每年後都會記得那些東西 但是我很記得 當初我們做Youtube的時候 突然有人會看 我訂閱到1000了 我記得那一刻 5000了 那一刻那個 而且我第一次很記得 因為有些直入廣告在影片裡彈出來 在第一次的時候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沒有那麼多廣告直入 那到他突然間 Youtube就放了一些廣告在你那裡 那就是你開始會有少許的收入了 那我會覺得10元、8元都已經覺得很開心 那這些由零收入 不斷花自己的錢 然後股票又跌 然後有NPF又不知道能否拿回 經濟又不好 經濟又不好 然後股票又大錯 那很多很多很多東西 都是在這間路裡面發生 那這間路正所謂可以發生過 有好好的也有不好不好的東西 都是在這裡發生過 是嗎? 是嗎? 那我希望我們 我都很慶幸 很慶幸我從這裡開始 這裡是我們的開始 那希望我們搬了新的地方之後 也有新的階段的成長 沒錯 其實我們現在的生活相對地 輕鬆容易了 為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主要是因為朋友 因為現在我們認識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不同層次、階層 或者一些種類的朋友 你整個人覺得穩定和安定了心情 那倒是 這個是最大分別 你突然說我想問這一類型的東西 我又可以問到別人 變成跟以前我覺得最大的差別 因為以前最大的落地就是 沒有親人、沒有朋友、沒有粉絲 那你想問的話 其實你是完全不知道問誰的 一旦在Facebook裡找資料 看看別人的歷史 有沒有什麼留言留下 訪問別人怎樣做 看看YouTube說什麼 其實在那裡找一些提示來解決問題 那現在經歷了這麼多 有這麼多本地朋友 你看BD給你幾百人 在喝醉酒教你馬拉文 就是這麼多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什麼時候 懂得找哪一個比較好些 哪一個比較方便些 一問都會有尋求到一個答案 或者是不幫忙 覺得自己現在的心情 跟以前是完全不同了 好像今晚今天 Win Sun 約定了 今晚約你打火鍋 記得5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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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好像有朋友在這裡 會找著你 會懂得去聯絡你 會懂得去約你 知道你有沒有空 他知道你在做什麼 知道你交完樓 待會你就會有空 當星期日跟他吃飯 開始有那種交際和聯繫 你的人的感覺在馬來西亞實在很多 跟以前初期的驚慌是不同的 還有我發現兩個小孩 已經很適應馬來西亞的生活 幸好我們昨天沒有空 因為我們在清潔 阿弟弟跟哥哥自己去吃日本餐 他自己去樓下走到5至10分鐘 兩兄弟 自己拿著Touch and Go 還有一間我還沒去過 這間日本餐廳也挺漂亮 自己兩個都會去吃 他吃了幾十元 不知一百幾十元出來 然後阿弟弟跟哥哥說 這間餐廳挺貴的 但他挺貴的他照吃這麼多 他不管理你 那你就變得定了 哥哥懂得搭所有的交通工具 回來的東西 兩邊走來走去 你會覺得 今時今日終於在馬來西亞安定下來 跟當初我在這裡很害怕 不穩定的感覺 真的有點欠天拱地 所以我們要感謝這間餐廳 讓我們有一個階段成長 到現在看到一個 很好的成長期之後的一個階段 我真的很感恩自己 在這三年裡 都是在這間餐廳發生的 就是突然多了很多 你不認識的人在街上喊你 昨天有一個階段清潔 他拔你出階段和你拍照 明明進去準備關門 你裡面是階段 階段出階段 我跟他拍照 然後在階段出階段 是啊 在這裡執拾最後執拾的時候 其實都是很頭髮蓬鬆的 但我最感恩的東西 最後我想說的是 這層樓有升度 其實我了解了這麼多馬來西亞的物業之後 好的物業很多 好的物業也很多 地段也很多 但是不耐表的價錢一定會升 我很感恩這裡真的有升值 起碼是一個很良好的投資 希望長期下去 雖然在這裡花了不少的錢 但是在這裡你也會遮蓋一部份 令自己有得著落 沒錯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的時候 如果你開了鐘仔的時候 我一有片出你就會知道的 大家記得按一下絲媽鐘仔 快點 拜拜 其實我看過我們的紀錄 原來看我們影片的人 有54%都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你有沒有聽到我說話 其實訂閱很簡單 我現在就教一下你了 其實你按這個訂閱鍵 按了訂閱鍵之後 然後再開了鐘仔 你開了鐘仔之後 其實如果我一有新片 你知道我突然會不會有新片 這樣就會通知大家 其實按鈴鐺很簡單 按完之後開了鐘仔 然後你再點個like 還不太好 它會有一個叻叻給你的 按那個訂閱鍵 是不用錢的 希望大家幫我按這個訂閱鍵 其實如果大家已經按了 10萬訂閱真的不是夢 如果大家可以幫我做到的時候 我就會有禮物送給大家 其實如果公公婆婆不懂 你就跟孫仔說 孫仔就會幫你按了 謝謝 記得訂閱和like我們的頻道 請itions 按鈴鐺 按鈴鐺 還請看 那麼可惡 hés 感谢观看